幻怪病變光鐵人陽光藍自戰做活體實驗 山西太原的胡永勝都是Ironman 不過不是因為他穿著裝甲周圍飛 他17年來做過11次手術,12次化療 逢了500多針,剩下40公斤的他 就是靠這些,幫他支撐著身 82年出生的永勝16歲時幻想罕見的神上腺視覺細胞瘤 醫生說他最多只有3個月命 他父母帶他去太原北京很多醫院 最後在北京做手術,以致力強的他讀書上大學 但在2005年翻法,他撐著拐掌去找工作 但沒人請,練了兩個月不用拐掌都行到 終於找到工作,還做出成績很快就做到副總 還是山西區銷售冠軍 在公司做了89年都沒有同事知道他有重病 因為化療甩頭髮同事問他為何光頭,他都只是怕多汗 做了多次手術成身釘,近年還病到退了工作 有新公司包接送請他,他都說不 現在腫瘤轉移到骨頭,不能再做手術 不輕易放棄的他,仍然希望對社會有貢獻 所以自願做臨床實驗給人研究,說希望幫到其他病人 按照正式把手術成功 我們暫停顧忍 就是我們對社會有貢獻的 我們願意看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